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集合 然后在这个B上面的选择对应来显示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B本来是一个花题 不知道打出来就这个样子 然后呢 很重要这个选择必须是非空的 在理论上我们就说要求它是非空的 但事实上是可以让它是空极的 就是我什么都不选嘛 是吧 不选也是一个选择 不选也是一个人 但是这个会给我们这个数学的处理上带来一些麻烦 带来麻烦 而且在限制中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严格的规定它不能是一个空极 这是一个集合 这是一个集合 然后第二个呢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叫做一个选择呢 你不能乱想 你不能乱想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C是B上面的一个选择 那它必须满足对任何这个集合里面的一个X 都不会比其他的那些Y来得差 至少跟人家一样好 至少跟人家一样好 这个能理解吧 是什么是选择 选择出来 你不是随便咬一瓢水 你要挑过的时候 咬的这一瓢水 跟整个水之间 至少不会比那些要来得差 如果你选差的 但这个差更好已经是一个阻光判斗了 就是说你这个旭关系里面 可能你是 你如果要选差的话 你永远就选差 你这个偏好关系就按差的这个来 那也没关系 就是说 你选的不会那个里面还有比你更差的是吧 那也可以 但我们说这个关系 我们用这个好来表示 大家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点 比较好来一点 这里话又说回来了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一般像原来一些比较 在我看来是比较庸俗的一些讨论 说这个经济学研究知识之力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在我们这里看来是没有太大意义 这个偏好关系我们都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跟金钱相关的 甚至跟这个利益相关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事实上这个偏好关系 可能可以是更加宽泛的 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去定义过 去跟现实对应起 它可能就是你 你怎么样让自己 这个损失更大 我就要不断地把自己 这个 这个 选得越差越好 是吧 自虐 是吧 也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只要这个是一贯的这样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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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系 也满足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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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理性的假定 我们说这个关系也是一个理性的关系 也是可以用我们的这套分析方法来分析它的 分析它 好 我们说这个选择啊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一个结果 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如果说 X跟Y都在C B里边 我们肯定可以知道 我们肯定可以知道 X跟Y是五叉一双 这个你怎么证明它 有了我们刚才这个定义 如果选出了两个 你这两个选出来肯定是无差异的 肯定是无差异的 直接就按照这个定义来嘛 就按照这个定义 对不对啊 就按照这个定义来 因为我们知道 X跟Y属于B 我们马上就 属于CB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X跟Y如果属于CB的话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X跟Y肯定是属于B的 对不对啊 因为CB是B的一个子集嘛 所以它肯定是在 然后我们知道 X是在CB里面的话 那我们肯定可以知道 X与Y那个是吧 因为Y是在B里面嘛 根据这个 对任何一个Y 反过来我们知道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知道 Y是在这个里面 那么我们马上也可以知道 Y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一合 而我们就知道 X跟Y肯定是无差异的 X跟Y肯定是无差异的 所以一旦被选择出来的那些 肯定是无差异的 肯定是无差异的 所以古代皇帝后宫家里上迁是吧 是无差异的 就不会出现 这么真黄状里面的那种 斗争了是吧 大家都无差异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就选择出来的肯定是无差异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论 但是好像看见是很强 但是让我们在这里 虽然用不了多少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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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个这个假定啊 就已经有这样一个结果 有这样一个结果了 对没问题啊 我们后面都会用到这些东西的 然后在这个机上 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命题 就是显示偏好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显示偏好这个理论啊 看似不是很难 但是它是整个微观经济 微观选择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基础性的一个理论 一个基础性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构建就是上面层构建起来的 我们说 这个理论呢 说穿了就是这样 就说 如果说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偏好 它的排序是一个私人的信息 你是无法观察的 而选择是可观察的 那显示偏好呢 就是在可观察的这个选择行为 和你不可观察的这个偏好之间 建立了一个纽带 就使得你的前面的这个 所谓的理性偏好的这样一个假设 就变成一个可实证的 可验证的这样的命题 可验证的这样的命题 这个是显示偏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所在 虽然它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难 我们看看这个 在前面也都讲过很多显示偏好 但是在这里可能讲的更加清楚一点 讲的更加清楚一点 我们说对于一个选择的结构 我们说这个选择的结构 满足一个显示偏好 这个公里 满足一个显示偏好公里 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这样 条件是这样 如果x在这个 在给定在这个b里面 如果x被选出来了 我记得好像在中文里面也类似的有设计过的 那这里我讲的更加那个一点 就是说我们看啊 如果说给定一个b和b'它都是在这个选择的这个family里面 然后我们知道x跟y在这个b里面 x跟y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但这个b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x跟y这两个选项都是可以选的 可以选的 然后呢我们还观察到呢 x呢是被选择出来了 x是被选择出来了 这是可观察到 我们看啊 这是第一个条件 这是第二个条件 然后第三个条件呢 实际上这是第一个条件 这是第二个条件 这是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说如果我们发现x跟y在另外一个螺框里面也出现了 在另外一个螺框里面也出现了 然后第五个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又看到呢 y在另外一个螺框里面被选择的时候呢 它被选择出来了 这五个条件啊 然后我们下一个结论说 它在这个螺框里面 x肯定也被选择出来了 x也被选择出来了 这是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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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看到x跟y同时给我们选的时候 我看到x被选择出来了 然后呢 再看到另外一个螺框里面 xy也可以被我们选的时候 我看到y被我们选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x也应该被选出来 x也应该被选出来 或者说我们如果也能观察到x一定被选出来了 这个选择的结构 我们就说它是满足显示偏好弱功力 显示偏好弱功力 我们不想把这个逻辑搞混掉 首先我们还是说定义 这只是个定义 如果你的选择在每一个这种情况 能满足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条件都成立的 这些选择结构 因为有很多的b 我们都搞不清楚 我们只是在这个处里面 我们随便找两个 如果这个是成立的 这个和这个都是成立的 是吧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 就说它是满足的 它就满足这个显示偏好弱功力 显示偏好弱功力 那么这个显示偏好弱功力 有一个等价的描述 有个等价的描述 有个等价的描述 这个等价的描述呢 实际上就是把这两个 把这个给它换一下 就是把这个4 我就插掉 这个4跟这个结论换一下 这个写成4 这个写成5 就是x 如果不在这个b'里面 那么我们推导出来的结果是x 就根本不在这一个被选 这是 这两个等价应该大家好理解的 那我再回过去一下 如果x跟y都在这个b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y是被选的话 x一定要被选 它才满足 对不对 现在呢 如果说我不知道它在不在里面 我们看到y是被选出来 而看到x是没被选出来 那么我们说是因为x是不在这个罗框里面 我不是说我不想选x 是因为我没得选是吧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等价的描述 等价的描述 我们马上把这个理性的关系跟这个一对应 大家就很好理解这个 很好理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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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很好理解这个结论 就是说 大家知道这些个描述都是可实证的事 我们都可以观察的 x跟y是不是在这个罗框里面对不对 然后呢x有没有被选出来 然后在另外一个罗框里面 x跟y有没有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y有没有被选出来 x有没有被选出来 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 所以呢我们说 关于一个选择行为是不是满足显示偏好 若公里的 这个都是可以验证的 就可实证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实证的一个问题 可实证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理性的偏好和显示偏好若公里 给它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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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联起来 我们怎么要关联呢 这样来关联 我们说我们通过显示偏好 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一个一个关系 请注意啊 我们通过显示偏好所建立一套关系 如果说这个关系 跟原来它的这个偏好关系是一致的 通过显示偏好所建立的这个关系 那显示偏好怎么建立关系 我们马上讲 我们先把这个逻辑讲清楚 我通过显示偏好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关系 跟你原来的这个偏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下结论 就说我以后就直接看你的这个 这个显示偏好就可以了 我就不需要知道你原来的这个偏好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没法观察的那个偏好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需要观察 我们只要知道你的显示出来的这个偏好是什么关系的 那怎么样显示这个偏好呢 这个显示偏好定义很简单 就说如果说 Igess是被选出来的 那么Igess跟其他的这个这个B里面的其他的这个关系 就显示出来一个偏好关系 显示出来一个偏好关系 就我们刚才想的 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被选出来的 我选择过一次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 或者说进行一次选择之后 那么我们肯定可以显示出一个偏好关系 这个偏好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选择几里 选出来的这个集合里面的 因为它是非空的嘛 集合里面的一个选项 跟就是这个B里面 这个箱里面的任何一个选项之间 都存在一个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我们把它定义为 就是显示的偏好关系 显示的偏好关系 也就是说我选出来的这个 不会比这个框里面的其他的东西 要来的差 也就是你选肯定不会选差的东西 选肯定不会选差的东西 就通俗的讲这个显示偏好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就这样一个关系 可是这是显示出来的 这是显示出来的 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罗框里面 我这个罗框里面 有苹果有梨有什么东西 都全部放在那边 然后你选了这样 其中的一样东西 那你就可以显示的出来 我选出来这一样东西 跟其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要成立的 这只是显示出来的一个关系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 当然后面要证明它 然后我们其他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 但是通过你一次选择 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比方说你选了苹果 我们知道苹果 苹果不会比梨差 苹果不会比这个橘子差 但我不知道你苹果跟 呃 刚才是选了什么 选了梨是吧 选了苹果 选了苹果 那么橘子跟梨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知道 没被显示过 但这个关系肯定是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关系 对不对 但没被显示过 我们显示的这个关系 不一定是完备的 请大家注意 没被显过你都不知道的 但是呢 被选过的我们肯定都可以有 这样一个关系 这是显示出来的 显示出来的 所以显示的关系啊 它可能不一定是完备的 也不一定是可传递的 也不一定是可传递的 没被显示过 没被显示过你就不知道 没被显示过就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要理论上要去证明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这个显示 通过你一步步的显示 如果最后显示出来这个关系 一定是完备的 可传递的 实际上是不重要的 那个马上可以证明了出来 就是这个跟这个如果都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理性的偏好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如果说任何一个理性的偏好 它的选择结果都是跟这个偏好下的选择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是构建起来的 而你自己的那个选择偏好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通过这个构建起来的这个选择的 让你来选择 就是通过我们刚才的这种选择方式来选择 和你实际上表现出来的那个选择行为 是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选择 这个偏好就跟你的偏好是一致的 这个逻辑上有没有漏洞 逻辑上有没有漏洞 就是说它的这个方法是这样的 因为你本身的这个这个偏好关系 本身就是不可观察的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你这个构建起来的 我通过一个构建就像做一个机器人一样 我就做一个机器人跟你是一模一样 我就说这个机器人就是你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机器人是你呢 那么好我实验一下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情境下 你做出的选择跟这个机器人做出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不管这个机器人我是按照什么样一套指令来做的 那么我们肯定可以这么来讲 就是说这个想这个的机器人所建立起来的这套行为的逻辑模式 应该就可以代表你的这套行为逻辑模式 对不对 因为你的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否则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行为到底是 因为这个我不可能变成你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做 但是我根据你的这个行为的观察来建立起来的 来猜想或者说构建起来的这个 这套逻辑模式 是不是可以代表你呢 那么我们就要验证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行为模式下 你的行为的结果 我们观察行为结果 跟你自己真正在那边行为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我们可以代表了 虽然它那个那个只是一个机器是吧 但是也完全可以 就是说也可以来代表 就是经济上的就是用这样一套逻辑方法来解决 一个不可观察或者不可验证的问题 怎么变成一个可观察可验证的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逻辑似乎上是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逻辑缺陷 太大逻辑缺陷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个偏好关系 显示出来的这个偏好关系 显示出来的这个偏好关系 我们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那个特征 这个实际上我们刚才是 是那个了是刚才那个 就是刚才这个显示偏好上面的一个进一步的定义 肯定就是显示说它严格比外好 严格比外好 如果是都在里面的 都在里面的就是五差异的 刚才五差异有没有想过 像五差异这里就前面对前面讲过了就是五差异 那我们就知道 显示出来跟Y是五差异的 我们加一个信号 然后呢如果说 X是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我们就知道 X在这个里面 Y是不在这个里面 那么我们知道X显示出来 而这个呢 这个就不成立了 所以呢我们就只可以推出来 X显示出来比外严格好 比外严格好 这些都是 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些定义来的 定义来的 这个都没问题啊 就这个 这个都没问题啊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再做一些推导 后面可能会用得到 可能会用得到 如果说 X显示出来比Y要来的 就显示出来至少跟Y一样好 那么 Y就不可能显示出来严格比X是好 这个似乎也是 也是也是好那个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 X显示出来比Y好 那么说明 X在这个CB里面 是吧 然后XY都在这个B里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时候呢 X显示出来比Y好 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就不成立呢 这个是不成立呢 那我们根据这个定义 马上就知道了 如果说 这个成立的话 那么Y就在这个CB里面 那么如果是 对于这个Y在这个CB里面 如果说Y显示出来严格比X好的话 那就意味着X是不在CB里面 这个跟这个就矛盾了 这个跟这个就矛盾了 矛盾了 因为X比Y好的话 就要它在那个CB里面 或者说我们构建一个 构建一个B 包含 就是这个B 就是这个构建 对这个B来讲 那X必须要在CB里面 CB里面 或者我们更严格的是这样来 如果说B等于XY 大家想想看 对这样一个B来讲 X要如果显示出来比Y好 那么它必须是在这个B里面 就B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它要比 显示出来严格比X好 X又不能在CB里面 所以呢 这两个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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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 实际上 这个显示出来的 这个偏好关系跟 有一些特征 还是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偏好关系 有一些不一样的 有一些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你知道吧 就是说 X显示出来比Y好 我们必须要让有一个选择的这个螺框 在这个螺框 让这个人进行选择的时候 是X一定要被选出来的 一定要被选出来的 那这个螺框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种最简单的一种螺框 当然你也可以后面再加Z 但是你不能保证加了Z之后 X一定被选出来 但在这个螺框里面 如果他被显示出来 这个肯定是要X被选出来的 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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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 我们可以把刚才讲过的一些概念 定理全部创一遍 看看例子就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 比方说这个X X里面的选项只有XYZ 三个选项 然后我们知道那个B有哪些呢 B呢有这个B 这是一个B 这是一个B 我们讲的B1 这是一个B 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 这方面里只有两个集合 比方说有两个集合 XY和XYZ 其他没有了 没有把X跟Z放在一起选 就这个这个这个包裹没有的 或者这个框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不是由你来决定 我可以外申的随意给吗 是吧 这是外申给定的 那么在这个选择里面 哦这个是 这个是 哦对没事 在这个选择里面 X跟Y放在一起 我选了X 当XYZ放在一起的时候 也选了X 大家如果通过这样一个选择 如果通过这个选择 我们可以揭示出来 一个显示偏好了 是吧 通过这个选择 我们可以显示出来 X比Y 这个显示出来比Y好 对不对 在这个里面的 X显示出来比Y好 也比Z好 但是这个显示出来的这个关系 显示出来这个偏好关系 它并不是完备的 懂了没有 因为我们不知道 因为完备的话 在这个里面都要成立的 我们知道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在那个 定义这个偏好的时候 是在X上定义的 定义偏好的时候 不是在B上面定义的 是在X上面定义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看刚才这个问题 我们看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显示出来的 我们显示出来了 但是呢 显示的并不是完备的 显示的并不是完备的 就是 我们知道X显示出来 比Y要好 然后X显示出来呢 比Z要好 但是Y跟Z呢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这是不完备的 因为要完备的话 对于这个集合里面的 任何两个 都要有这个关系成立 它才是完备的 对不对 所以它完备性不满足 这它肯定 还不是理性 还不是理性 连理性都不是 我们怎么样 跟它的理性偏好来对应的 可能还是不够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我们再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呢 XYZ 它来进行选择的时候 它来进行选择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个是B1 这个是B2 是吧 然后B1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X 至少跟Y一样好 是不是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X比Z好 Y比Z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 它是完备的吧 对不对 就是任何两个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选择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X跟Y是什么关系 X显示出来比Y好 是吧 Y跟Z呢 Y也显示出来比Z好 X跟Z呢 X也显示出来比Z好 完备的满足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可传递性有没有满足呢 就是你要验证嘛 X跟X自己肯定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可传递你怎么办呢 可传递 就是我们知道 X显示出来比Y好 Y呢 显示出来比Z好 然后X也比Z好 可传递也是满足的 那这个 似乎是可以是理性的 对不对 似乎是可以被理性的 就是通过这个选择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是理性 就是 但是这个理性的偏好关系 是怎么样子的呢 好像也 还没有 就是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就是这里还有一些问题在里面了 我们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 显示的这个东西跟我们所谓的 前面定义的这个偏好关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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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关系在里面 有关系在里面 我们现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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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就是刚才那个 我还没讲完 就是你先看 就是刚才这个意思 懂了没有 就是说我们显示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显示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知道 第一个里面 我们刚才讲了 第二个里面我们知道 Ix显示出来比万号 对不对 这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也显示出来这个东西 是吧 也显示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通过这个关系 我们大致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是吧 对不对 大致我们待会还会再去 再去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像这里一看 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写出来 是吧 这是不是就完备了 而且可传递了 对不对 字法呢肯定也没问题 是不是 那我们待会就要看 这些东西 就要不断地往那个里面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 我们刚才不是定义了这个 这个这个显示偏好弱公里吗 刚才不是定义了这个显示偏好弱公里 我们显示偏好弱公里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 X跟Y 如果X跟Y 在一个选择里面都被选择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 如果说 我们第一个先不看 看第二个 它是不是满足显示偏好弱公里呢 我们看B等于XYZ 然后呢B'等于XY 是不是啊 第二个选择里面是不是就这两个框是吧 这两个框 好 我们知道X跟Y 是不是在B里面 是吧 然后我们是不是发现Y是在CB里面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不是看到 X跟Y是在B'里面 我们是不是也看到 X是在CB里面 CB'里面 然后根据显示偏好的弱公里的话 它应该要推得出来 Y也在CB'里面 可是我们看到在里面吗 不在里面 对不对 在这两个让它选的时候 Y没被选出来 对不对 那说明这个选择 是不满足显示偏好弱公里 但是它这个选择的显示 我们刚才显示出来的这个东西 似乎是可以理性的 对不对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 我们又可以说它是怪怪的 就一些怪怪的选择 这种选择结构 因为选择结构无穷无尽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设想很多种情况 就是有些选择结构 它是 显示出来这个偏好是理性的 但是它不满足显示偏好弱公里 不满足显示偏好弱公里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 这个呢 它是满足显示偏好弱公里 但是呢 它是不理性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不晚辈的 那么这两个例子 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说 你想在显示偏好弱公里 和理性偏好之间 找上一个等号关系啊 实际上并不是 可以马上找得到的 并不是马上找得到的 这两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它两个都是 画不上等号的 对不对 有时候你的 显示出来的这个偏好是理性的 但是你的选择结构是不满足 显示偏好弱公里 还有呢 你选择的这个结构 是满足显示偏好弱公里 但是你显示出来的 那个偏好是不理性的 这两个不能画等号 不能够画等号 但是我们理论上是需要 让他们有一种 某种意义上的等价关系 否则的话 我们整个经济学的 这个所谓的逻辑基础 就大打折扣了 就大打折扣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给他一些 这个推导 就怎么样让他两个等价起来 两个等价起来 我们等价的话是 这个如果能推到这个 然后反过来这个又能推到这个 那就等价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个关系 就是说 如果偏好是理性的 那么在这个理性偏好下 所构建起来的这个选择结构 它必定是满足弱公里的 显示偏好弱公里的 反过来 如果说某一个选择结构 是满足了弱公里 那么它所显示出来的那个偏好 肯定是理性的 如果说能把这两个等价起来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我们看到实际是不等价的 那不等价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肯定要再施加一些限制 肌血里面经常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再找一些限制条件放进去 因为我们看到都没加任何限制条件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怪怪的 选择结构都在里面 是不是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 给它施加限制 给它施加限制 这逻辑关系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有没有听清楚 就是这里确实很多的 这个我感觉也是定义太多了 但为了严密期间 是需要有很多定义的 像这里又有一个定义出来 我们说有一些定义是需要的 但是多了有时候会乱掉 定乱会乱掉 好我们来看 要不先休息一下 我接下来直接把下面的东西讲完 谢谢大家